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在房价持续走低的环境下 不少有房产开发想法的客人们都已经开始活跃的寻找 拥有开发潜力的房产目标了 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客人都把自己选房的目标设定为 这个我们常说的大地烂房 也就是更加注重土地未来的开发潜力 但是同时挑选房屋状况并不是很好的房产 这样的话可以用最低的价格购入潜力最高的这么一个房产 那么在挑选这样的房产的时候 从贷款的角度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呢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首先我们要说一下买房开发的规划 总体来说自住和投资的民宅在银行进行房屋贷款 是不能用于开发项目的 所以如果您会在很短的时间内 就把土地上的房产给推倒进行开发的话 那么银行也许不是最好的一个选项 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我们有很多专门针对于开发项目 提供资金的贷款机构 可以供您选择 如果您现在呢 只是寻觅拥有潜力的房产 但是在中短期内呢 没有实际进行开发的计划的话 那么您可以按照购买投资房的形式 从银行申请贷款 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如果购买的房产房屋的状况不是很好的话 那么根据房屋的实际状况 在贷款过程中呢 可能会遇到以下的这么几个情况 第一个呢 就是如果房屋只是比较老旧 没有结构上或者漏水的问题 也没有任何其他的违建的情况 那么银行呢 很可能是不需要您做任何额外的事情 就可以去接受这个房产的 如果这个老旧的程度比较严重 从买房资料上就可以看到 会对于舒适的居住产生比较明显的影响的话 那银行呢 是有可能会让您证明 这些问题会在交割之前被修复 或者呢 是需要证明您有足够的资金 在完成交割之后呢 对这些破损的地方可以进行修复 也就可以对这个房产进行接受 第二种情况呢 就是如果房产上房屋呢 有结构上的问题 或者说是有违建的情况 那在一般情况下呢 这些问题必须是要在交割之前完全解决 银行才会接受这个房产的 这里说解决呢 就是彻底的修复这个结构上的问题 如果是违建的话呢 可以选择在交割前拆除并且恢复原貌 或者呢 是在交割前取得市政的建筑许可 第三种情况呢 就是如果房屋有重大的结构安全 或者是漏水的问题 并且没有办法在合理的情况下进行修复 那么这个房产呢 基本是不能被银行接受的 这个时候呢 如果您坚持要购买这个房产的话 可以尝试呢 仅以购买一块空地来向银行申请贷款 但是呢 这样的操作呢 大部分情况下是比较困难的 因为银行并不支持囤地这个行为 同时呢 如果按照土地来购买的话 那么这个房产是无法为您增加任何租金收入的 对整体的贷款能力呢 也会有比较大的影响 好了 如果您现在循例的房产 和今天我们节目中说的类似的话 欢迎和我们联系探讨 我们呢 也会根据您的情况 给您提出合理的建议 如果您有任何其他的疑问的话 也欢迎给我们留言 或者是直接电话联系我们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